外戶動物協會嚴厲反對漁護署做法 認為應該先採取非致命性方式 漁護署否認做法不人道 就算不用食物有報 深灣道的野豬每晚都會出沒 因為有報沒有改變他們的習性 譚曉同步 早上回到案發現場 見不到有野豬出沒 在深灣道工廠工作的人 說幾乎每天都見到野豬 絕對應該 你生存不是問題 你不要騷擾這些人 你不要來妨礙別人走路 人類犯法都不人道毀滅 我只要不犯法人道毀滅 你問一下南鄭月娥 為何要不犯法 為何要殺死我 海人公園發展 山坡上產了很多樹林 還有建屋 把原本居住的環境趕下來 很殘忍 覺得他們很無人性 他們本身沒有襲擊別人 沒有性 好像趕盡山豬一樣 反對做法的還有愛護動物協會 認為不應該用獸獵等致命方式管理野豬 愛協早前向原護處提過意見 全晚其中一個爭議可能是這一幕 如果不用麵包有報 野豬會不會留在山上 不會 晚晚差不多同一個時間 都會下來 深山道這裡就是拿東西吃的 不會增加那個野豬的滋擾 或者改變它的雜色 在野生環境裡面 不習慣去民居覓食那些野豬 我們是不會有報它的 現在我們用這個方式 就是用麻醉槍 接著再注射藥物 是一個人道的處理方式 他說會繼續捕捉野豬 人道毀滅 又說17年開始推行的絕育放回計劃 成效追不上野豬繁殖的速度 會再做 有線電視記者 譚曉彤報道